你們會覺得你現在在使用的檯燈 光源光線都不夠亮嗎? 還是覺得它的光線真的非常的刺眼 還有它的角度不管怎麼去調都不對勁 希望可以調整它的色溫 因為符合你目前right now 現在你適合的環境 色溫完全都不一樣 嗨大家好,我是Nicole 家裡有一個好的檯燈真的很重要 坐在電腦前工作 還是在房間裡面看小說 還有小朋友在寫功課 都是要有非常充足的光線 不然這樣子用眼非常的刺力 基本上一般普通的檯燈 它的光源跟色溫都是沒有辦法做調整的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用過的那種檯燈 用久了它的光線是非常的失敗 其實你的眼睛其實最後會很吃力 這台光靠燈我說實在話 我非常佩服它的設計 其實我是希望這台檯燈可以敲碗跟廠商 拜託能不能出白色款 我想買白色的 這款檯燈基本上滿足所有使用檯燈的需求囉 這款LED的燈面設計是蜂巢式的 而且還有達到RG0無風型的等級 它是完全沒有藍光 可以防暈眩 而且它還有提高綠光的光譜比例 它可以提供你護眼還有柔和的亮度 你在晚上房間裡面看小說 看任何書籍也都是非常的護眼 透過不同的發光頻譜來模仿自然光 那你所看到的白光不是一般的白光 黃光也不是一般的黃光喔 而是我們透過看不見的光譜 分別抑制刺激退黑激素分泌 可以讓燈光的色溫從清晨至晚上 2700K的暖光到5400K的亮白光 會慢慢的漸變 它可以針對應該的時間給予正確需要的光源 這樣子才叫做護眼台燈 而且它的台燈裡面原本就已經內建好了 找鳥、標準還有玩鳥的時間 可以依照著時間來給予最適合的燈光 完全都不需要任何的猶豫喔 要入睡前還有早上起床 燈光是會慢慢自己逐漸變亮變暗 燈光轉變的過程是非常柔和舒服 如果你想要自己調光也沒有問題喔 它總共有提供了5段式的光源 夜月光、晚月光、疏眼光、專注光、眼尖光 這一台的角度可以垂直調整共345度 水平可達180度 可以在客廳當作質感立燈 在書房使用還有床頭邊都非常的適合 還有特別設計夜燈模式 晚上的時候不用摸黑去上廁所 兩段式的夜燈的亮度也不會影響睡眠 它這款台燈使用下來我自己是非常的喜歡 因為我想如果我在做手作的東西 比較需要光線非常充足 而且非常用眼的工作 我就會覺得它非常適合我 我自己適合的讓我眼睛覺得舒服、放鬆 並且還可以持續一直在做這件事情 像我自己平常在剪影片的時候 眼睛很常要看那個螢幕 其實是會很痠很疲勞 所以那個光線在調整的時候 對我來講是真的非常方便 也不會因為那個光線很白或是太黃 會感覺眼睛需要一段時間去適應 它完全不用喔 所以你會覺得這個台燈真的是非常的棒 很推薦給你們所有 在經常在電腦工作啊 或是做一些手工藝的人 需要經常用眼非常吃力的 或是你覺得現在目前使用的台燈光線不足啊 色溫的偏差很大的 這個時候你真的就需要換一個台燈喔 像我自己在床上的時候就會看小說 手機也是一定會滑一下這樣子 不可能不滑手機啦 在睡覺之前 有時候你看小說看得太入民 會一直沒有去特別注意睡覺的時間 那這個時候我就會選擇黃色的玩鳥模式 夜貓子的模式 就是比較晚入睡啦 大概是12點到1點這個時間入睡的人 那在轉換的過程中啊 那個燈是非常的溫和 不是那種一下子 啪啪啪 會這樣子變化那個燈光是讓你不舒服的 它是從剛開始有點比較黃亮的燈 我好難形容它喔 黃亮的燈它會慢慢慢慢的再變暗一點 它就是有點像是鬧鐘提醒你 要準備入睡了 時間要到囉 我真心覺得這樣的設計真的很棒耶 因為我就不用看一下時間 啊 好像幾點了要睡了 台燈竟然會提醒我要睡覺囉 使用它使用久了之後你就會習慣 沒錯 它就是要你來調整你的作息時間 我覺得這是一個還蠻不錯的耶 如果你現在目前在找尋適合的台燈 那我會建議你這一台高CP值 高質感 挑選它呢 為家裡的家人生活更加分